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汤 广东量汤让人如吃如醉 费时费力精心烹制 老火炖汤喝的是功夫是文化 上有天堂下有缩行 浙江鲜汤让人回味悠长 食材新鲜血料讲究 喝出了鱼米之香的美丽富饶 看营养丰富的不同食材 如何碰撞出美味的汤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在广东流传着一句话叫 宁可食无菜不可食无汤 广东人对汤的喜爱 早已渗透到每天的一日三餐中 不管是在家吃饭 还是到餐馆就餐 都离不开这一碗碗 营养丰富的汤 广东人吃饭喜欢先喝汤后吃饭 一年四季喝不同的汤 我们一年四季我们都喝汤 不停的每一顿饭我们都喝汤 不过这个汤总觉得缺点是缺点 缺少的什么 不过这个汤这顿饭不完整 你先吃的汤就精神愉悦一些 觉得吃了这顿饭就是圆满一些 广东人对汤的制作很有讲究 能用各种类型的食材搭配出丰富多彩的汤品 光是这汤的做法就有老火汤 炖汤 羹汤 生滚汤等等 那么广东人喜欢喝哪些汤 不同类型的汤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在一家餐馆的门前记得看到摆放着两大排火炉 几十个热气腾腾的把罐中包着的就是广东人爱喝的老火汤 餐馆的经营者江志伟告诉记者 每天早晨他们从六点多开始就忙着包着午饭时顾客需要的老火汤 我看了你这块是特别多的 总共有多少个品种呢 总共我们大约应该有13个品种左右 这种的话是一种五指茅头包龙果 它是有一种去干热的功能 去干热 如果你说换点比较好的 干的时间比较长的 可以吃一下这个种草花包水 对这个比较滋补养颜的 这个要包的时间要比较长吗 对它相对于其他汤来说 包的时间比较长会比较出味道 一般要包多长时间呢 一般要包四到五个小时 江志伟告诉记者 从他爷爷开始 他们就在村里及镇上经营老火汤 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他们的包汤方式 基本都是根据组备传授下来的办法来做的 不过一年四季所包的汤也会有所变化 包肯定要选一些特制的瓦包 这样包出来才有味道而且不容易坏 而我们的汤里都是经过师傅 就我们传下来那个秘方来调制的 不然包吹出其他这种味道 一般制作老火汤都要特别讲究配方 因此在火炉上用明火包制的这类老火汤 火候足 时间长 既有一定的滋补效果 喝起来都比较美味 因此老火汤也被誉为老火亮汤 制作老火汤首先要选取新鲜的食材 一般都是荤素搭配 不同的老火汤在制作时的工序却大同效益 在煲汤时 首先要对食材做简单处理 比如各种肉质品都要先焯水 以便去腥去血水 处理过的各种食材 混合放在砂锅中 加上矿泉水 即可放在火炉上开始包制 在包制期间要注意控制火候 一般的老火汤都要煲三个多小时 汤搭出来的话 各种食材的味道 然后夹搭在一起 喝完以后还有鱼干 然后觉得能有点的 对身体好 我觉得舒服一点 就吃起来没那么多 不同的老火汤 具有不同的风味和养生效果 边喝汤边品尝里面的食材 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老火汤 感觉全身的筋骨都很舒畅 为了更好地了解广东人爱喝什么汤 记者又来到广州月秀区的文明路 发现这里有不少专卖炖品的小店 除了老火汤 广东人还喜欢圆中炖汤 为什么广东人那么喜欢出炖品呢 就是要它的原味 而且要清汤 你放什么下去 就是什么味道 最好保留那个原味了 喝下去 从喉咙开始 特别舒服 滋润五脏 在这里记得发现 这些小小的炖品店 销售的炖品相当丰富 有炖鸡 炖鸭 炖牛肩 炖猪腰等等 我比较平常比较吃 喜欢吃了那个 椰子炖竹丝鸡 我想让你也尝试一下 可以啊 这个看起来就很有特点 椰子炖竹丝鸡 是这里卖的最火爆的一款炖品 也是广州当地 比较有名气的一道滋补量汤 它是将乌鸡切块后 搭配上枸杞 红枣 山药 百合等等 放入椰子中 在锅中隔水慢炖三四个小时 拿出来即可喝汤吃肉 真的不错 有一点肉香 但是还带着甜味很突出 又鲜 椰子的甜 还有椰子的香 都比较一块 椰子炖竹丝鸡的汤汁 清甜可口 味道相浓 同时具有补血养颜 健体润肤的功效 除了椰子炖竹丝鸡 在广东还有很多受欢迎的炖汤品种 李峰是一家酒店的厨师长 对各种汤品的制作非常熟悉 他告诉记者 每款炖汤的制作也是大同小异 首先是将搭配好的各种食材 经过焯水等简单处理后 放在炖中里面倒入开水 盖上盖或者密封 然后放在蒸箱中用水蒸汽蒸 一般都得炖四小时左右 用水鸭 雪梨 无花果 加上鸡肉 鸡爪 猪蹄肉 以及陈皮 生姜 白胡椒等食材 李峰炖出了一道 比较适合秋冬季节滋补的亮汤 雪梨 无花果炖水鸭 用海参 花椒 瑶柱 石壶 加上鸡肉 猪蹄肉 以及陈皮 老姜 白胡椒等食材 李峰做出了滋补海中宝 李峰说制作炖汤需要的就是 细致 舍得花时间等待 做炖汤最关键的是要注意什么问题 又马要飞轻 那个血水飞出来 水要开 又要热 炖水汤就够轻 够香 广东人喝的最多的养生汤是炖汤和老火汤 其次就是生滚汤及羹汤 将鲸鱼清理洗干净后 放在油锅中边香 加入豆腐 生姜 香菜等菜片以及水 烧煮几分钟后 李峰师傅很快就做出了一道 香菜鲸鱼汤 这是一道出品比较快的生滚汤 显然不同类型的汤品选材不同 做法也有很大差异 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哪种做法效果更好呢 不同的汤应该说效果也有一定的区别 炖汤它一般选的是比较贵重的一些药材 精选料 要讲究它的配偶 那么煲汤它是比较大众化的 它可以把这些简单的食材放在一起来熬制 那么这个滚汤跟煮汤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制作出来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滚汤跟煮汤用的材料 就是一般比较普通的常见的一些食材 总的来讲 炖汤的营养效果要是最好的 如果从补义的角度 包括一些慢性疾病的调理的话呢 最好还是用炖汤 在广东 许多餐馆都有自己主打的养生汤 这些丰富多彩的养生汤 不仅让广东人迷恋 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人 不少来到广东的游客 或者居住在广东的外地人 很容易就喜欢上这里的养生汤 广东人喝汤 不仅是满足生理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将每一道汤品当作了食补养生的秘方 多年来 广东人历来比较注意不同的季节 食用不同的汤品 假如是春天 我要护肝 我要把护肝的药材我拿上来 假如是夏天 要养新了 它就要降火的东西来配衬 养生它是有科学的 不是说随便 我这个好 看个书 每个好 关键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那么广东人还爱喝什么养生汤 徐峰跟记者说起了这几款汤品 都是广东人平日里爱喝常喝的 这道咸橄榄炖海螺 是广东当地很有名的一道汤 它是用海螺 橄榄 加上鸡肉 鸡爪 排骨 猪肉等炖制而成 海螺可以健脾开胃 橄榄有去火的效果 因此这道汤对于体质偏热的人有很好的食疗效果 这个橄榄呢 它要是通过腌制 用盐来腌制 然后呢 到了一定的时间 等它干完了以后 那个药性它就出来 所以这个汤呢 对喉咙 咽喉 肺部都是相当好 将青红萝卜和排骨 配上陈皮 蜜枣 杏仁 姜片等等 这样煲出的老火汤 叫青红萝卜煲排骨汤 专家们说 这道汤看起来很普通 食材也比较便宜 却具有良好的养生效果 因为它这个萝卜呢 是两种 要是取它有个鞋铜的作用 它胡萝卜呢 有健脾的作用 同时还有养肝的作用 就是两种有共同的作用 是什么呢 就是有曲痰 发痰的作用 行气发痰 消失 这道羊肚菌炖花椒汤 也是广东一道 比较名贵的炖汤 它是将羊肚菌 花椒搭配猪肉 鸡肉等食材炖制而成的 其口感鲜甜 润滑 具有健脾养胃滋阴不深的作用 将生鱼 陈肾 西洋菜 搭配上猪肉 鸡肉 陈皮 杏仁等炖出的这道 西洋菜 陈肾 炖生鱼 是广东的一道 颇有名气的特色炖品 喝起来鲜甜 甘香 具有清热润肺 健脾 开胃的效果 将鲍鱼配上凉瓜 黄豆 猪肉 鸡肉 红枣 姜片等食材 炖出的凉瓜 黄豆 炖鲍鱼 清热 一起 仰干 明目 在广东 是一道特别受欢迎 到处可见的 养生汤 广东的养生汤 的确品种 丰富 各举特色 不过 专家们也提醒大家 究竟选用什么样的养生汤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决定哦 浙江杭州 地处东南沿海 虽有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之说 这里天气 不是东北地区的干冷 而是潮湿冷气中夹杂暖液 这样的气候环境 也造就当地汤品的独特性 清鲜 香浓 醇厚 一碗碗香浓 清鲜又营养的汤 究竟是怎么包出来的呢 浙江人呢 很喜欢包汤 来去寒去湿 像这家店 具有20多个品种的汤 像这道 咸的春春汤 清汤鱼园 邓锣果汤 还有我们全家果汤 还有邓家汤 等等等等 很粗 非常丰富 浙江人炖汤 雪料讲究 平原 山区 海边 不同地域 大多利用盛产的最鲜美的食材 烹饪出这些食材原料的本味 浙江平原城市家庭 常常喜欢用猪骨萝卜炖汤 干贝萝卜猪骨汤 是浙江一款美味可口的家常食补传统汤品 萝卜的纤维素 红骨的脂肪蛋白质 包括干贝的海味 这道菜应该说是进骨的一个很好的菜肴 干贝萝卜猪骨汤的制作方法简单 将猪铜骨加工成大块 白萝卜和胡萝卜切成大块 在沸水里焯一下放入砂锅 加入黄酒 水 葱 姜 然后放入适量的干贝 盖好盖子 放到大火上烧 等大火烧开后 转入小火炖约一个半小时后 加入胡椒粉 葱段 烧加调理 这道汤的味道就出来了 这姜的人做的汤 大概一般是两种 一种用大锅直接的切 用大火开 开了以后马上换小火慢炖 第二种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蒸锅里面 跟水让它蒸顿 它的汤特别轻 甚至连它的香味都保持在里面 郭金伟从事厨师行业22年 居住在舟山 每隔一段时间 郭金伟都会到海鲜市场 了解市场行情 周上说的这些它比较肥 质感比较厚 螃蟹肉比较鲜 比较糯 因为微甜 尤其是高蟹了 吃上去更加鲜 郭金伟告诉我们 海鲜类汤制作一般比较简单 但用料要足够新一些 螃蟹寄鱼汤 寄鱼药性干温 具有沥水消肿的作用 是滋补常用食材 尤其是鱼做汤 将合鲜鱼杀洗干净 两面拿两刀备用 新鲜的红膏蟹 挖壳去除非食用部分 切成块备用 锅放少许油烧热 放葱姜 放合鲜鱼煎双面 放入适量老酒 再放适量温开水 水要盖过鱼参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15分钟 开锅放入红膏蟹 继续大火煮十几分钟 至鲫鱼和红膏蟹成熟 再加些菜鲜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螃蟹鲫鱼汤的特点 海鲜与和鲜完美融合 螃蟹树寒性 用合鲫鱼温性和生姜的 温性互补 营养丰富 汤鲜味浓 作为周山地区 最为特色的海鲜产品 周山带鱼能做出 什么样的养生汤品呢 我们周山这边有带鱼粥 我们这个在带鱼的粥基础上 我们做成汤 就是给它搞得 不要搞这么浓 我们再加上小米 小米它也是温性的 两者互补 等于是对人 两个原料的特性 融合在一道 对人更加好 就是吃了以后 人也不会冷 对胃 暖胃 带鱼养生汤 将带鱼杀洗干净 中间片开 取肉切粗条段 鱼骨备用 锅内放少许油 放姜片 葱段煸炒 放带鱼骨微煎 加老酒少许 加温开水 没过带鱼骨 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一刻钟 将带鱼骨取出 用密漏勺过滤 捞出带鱼汤备用 将小米淘洗净 放带鱼汤中 小火烧半小时 烧成小米汤 待带鱼小米汤 烧制成八成熟食 加入枸杞 放入带鱼肉 加姜末 快煮熟食 加胡椒粉等调料调味 除过装盘 再加香芹末和胡萝卜末 就可以品尝了 带鱼这个感觉 味道怎么样 这个保持了 它这个带鱼的原汁原味 基本上就是 跟我们清蒸带鱼啊 这种维度的区别 郭金北介绍 带鱼养生汤特点是 粥香味浓 暖胃冬季进步 营养丰富 螃蟹鲫鱼汤 橙色的蟹壳与蟹黄 白色的蟹肉 看起来品相十分好 味道又如何呢 这个和鲫鱼的这个 汤的这个香味啊 结合这个螃蟹的这个 肥美高馅的这种 特肥美的感觉啊 在汤里混合得很好 非常好喝 接下来上场的是 厨师徐永年 他为大家准备的是 浙江传统名汤 鱼头浓汤 一条鱼中鱼头部分 看起来肉不多 但徐永年认为 鱼头是一条鱼中 脂肪集中的部位 营养物质也很丰富啊 鱼头的话 其实它含有 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血管的青豆腐 是一道 很好的原材料 徐永年对这道 传统鱼头浓汤 稍作的改良 加入了适量添麻 天麻属名贵中药 可入膳 根精入药可治理头晕 等证 鱼头浓汤做法很简单 新鲜大鱼头处理干净 锅至中火上清水烧开 放入大鱼头 生姜 把天麻块放入锅里 和大鱼头反复蒸煮 然后倒入白酒和食用油 用大火蒸制 半小时后 开锅将天麻块取出切片 然后放入鱼头上 用浓汤反复浇灌 在小火焖十分钟 开锅加盐调味 将鱼头倒在大砂锅盛器中 加入香菜 转入明火炉灶 加热即可上桌 鱼头浓汤 汤浓如奶咸鲜 鱼肉油嫩滑润 徐永明认为 这道汤既有地域特色 又是一道食补养生药膳 药膳里面的烹饪方法 它主要薄汤为主 药膳的话 它其实是药材跟食材配合成 它是健康与美食融为一体 一有空闲时间 徐永明就去潘安县山区老家 寻找美食灵感 浙江山区秋陵起伏 崇山峻岭中山珍野味十分丰富 这为美食提供了上层食材原料 徐永明告诉我们 每次回家乡 它都能品味到久违的儿时味道 我们要做一道传统的地道的土鸡养生汤 有几百年的历史 其实老一辈都传下来的 做法上很特殊 跟其他的鸡宝不一样 就是做法 我们放到土罩上 用瓦片干烧蒸出来 要蒸三四个小时 在这里 咱们把亚子澈融去 再评定 那我们回家乡 遮掩的 咱们 感谢 你 现在 愿意 我们 在文字儿 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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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